人群词曲 杀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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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oama特爱低声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听讲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涌涌水着跳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热闹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无条无伤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寻找薛定饿的猫 成了宝贝 你就吓我一大跳啊 爸爸你看 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薯片吗 怎么了 这个口开了 还就剩下一半了 剩下一半怎么了 吃完了老爸再给你买啊 可是那一半不是我吃的呀 不是你吃的呀 呃 那是谁吃的呀 这个老爸可没偷吃你的薯片啊 爸爸我知道你不会的 但是我一定要把偷吃我薯片的家伙找出来 来来来 拿来给老爸看看 根据老爸多年的经验啊 可以肯定 这个是老鼠吃的 啊 老鼠吃的 家里有老鼠了 那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呀 咱们家里也没有猫啊 那就养一只啊 好不好啊 爸爸 咱们养一只猫咪吧 这个 哎 可是宝贝 你不记得了 妈妈不喜欢猫啊 那我的薯片怎么办呀 想找猫还不简单 来 宝贝 我带你去看看薛定饿的那只鸣猫 薛定饿 是谁呀 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呀 他1887年出生于维也纳 薛定饿呢 是波动力学的创始人 他还获得过诺贝尔奖呢 可是 物理学家怎么会养猫的呀 为什么不能养呢 再说了 为什么非要养猫才有猫呢 那不养猫哪里来的猫啊 是不是小怪 这你就不懂了吧 来来来 让我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晓的小书签 给你好好讲讲这个问题的原理啊 宝贝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呢 问我就算问对人了 别人一定不知道 啊 宝贝已经走了 又是那个小铁袋 抢先了一步 谁让你在那说个不停的啊 先下手围墙知不知道啊 太不像话了 我说宝贝他爸 你看看你弄出来的这个小铁袋 每次都抢我风头 看他回来我不收拾他 小乖 这是哪儿啊 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没有 位置很正确 薛定洛就在前面的炮楼里 他怎么在这儿啊 物理学家在炮楼里干嘛呀 是这样的 这可是薛定洛的那俗兵器对他所看守的这个炮楼 天辟根本不有人来 于是薛定洛为了挡花时间才开始研究物理的 宝贝 你看这个炮楼 做的多有创意呀 我不看 我不看 我要去看猫咪 快 赶快走 等一等 拜拜 小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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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宝贝 薛定洛在干什么呀 都不理我 哦 他正在看一篇博士论文 应该是想到了什么吧 那他什么时候想玩呀 我的猫呢 嗯 是薛定洛的猫 不是你的 哎呀 我知道 是我要看的猫 这样做行了吧 我不跟他讲 好 爱丽丝啊 你帮我把书桌上的那本爱因斯坦论文集拿过来 啊 哦 好 果然是这样 那么这个波就应该有一个方程式啊 哈哈 应该是这样的 波 什么波呀 波 就是粒子啊 那粒子又是什么呀 粒子 粒子就是波呀 波是粒子 粒子是波 哎呀 这都是什么嘛 哈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啊 怎么走了 啊 怎么走了 我还不知道吧 刚刚刚薛定洛已经发现了波动力学方程 这个方程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啊 就刚才呀 太可惜了 我都没有注意看 小贝尔奖 你已经见到薛定洛了吗 是爸爸啊 我不只见到了薛定洛 还看到了那个霍德诺贝尔奖的东西了 霍德诺贝尔奖的东西 小贝 宝贝说什么呢 啊 宝贝说的是薛定洛的波动方程式 刚刚宝贝看到了他的发现过程 这样 哈哈 宝贝 那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说给老爸听听 感想 那个什么方程式 我一点都不明白 还能有什么感想啊 呃 这个波动力学 对你来说好像是深奥了点 没关系啊 你还小嘛 等以后啊 就明白了 小贝啊 带宝贝去看看他感兴趣的吧 好的 好好 我要去看猫咪 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有见到猫咪呢 小薯菜是不是骗我的呀 不是的 小书签说的猫啊 确实是有的 小贝 带宝贝去看那只猫吧 啊 可惜啊 没什么可惜的 宝贝 快去吧 嗯 爸爸再见 小贝 你发什么呆呢 快走吧 哈哈 猫咪我来喽 哈哈 这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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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底是有没有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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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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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不死不活的状态 不死不活 什么意思啊 依据量子力学中通用的解释 波包他说依赖于观察 在观察之前 这只猫应该是处于不死不活的别家态 所以我们不能说啊 这只猫是死的或者是活的 对 就是这样 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爸爸 爸爸 宝贝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老爸来了啊 爸爸 我头好晕啊 刚才薛定哥跟我说 猫是死的也是活的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了 宝贝啊 这只猫啊 其实是薛定哥尝试用一个理想实验 来检验量子理论隐含的 被谬性 什么呀 小猫咪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一种比喻嘛 意思是说呀 和量子现象中的叠加态一样 在观察之前 猫是属于不死不活的状态的 我一点都听不明白 那只猫呢 我怎么还没有见到啊 猫 这不是正说他呢 那猫咪在哪呢呀 我好想见见猫咪啊 这个 猫咪在薛定谔的思想世界里啊 所以呢 思想世界里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看不到啊 在另一个世界啊 啊 你们骗我 我回去告诉妈妈 说你们都骗我 宝贝你别着急啊 你就不想知道 为什么一只不存在的猫 都可以被全世界认可吗 啊 还被全世界认可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都是在现实中不能做到的实验 所以只能靠想象 就像加利略的铁球实验一样 都是在初世界的思维里面进行的虚幻实验 这样也可以啊 那当然了 宝贝啊 这下知道了吧 这只猫啊 可不是你想的那种猫 哼 可是你们还是骗我了 爸爸 罚你给我买薯片 好吧 可是不能一次吃完的啊 嘻嘻 爸爸你真好 那我一会回去就要吃啊 这孩子 博士 博士 猫的事情我知道了 哦 那你说说 这件事情的另一项含义是什么呀 另一项含义 还有意象含义吗 对呀 我们怎么判定这只猫的死活呢 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可是你看到的只是在你的世界里出现的 而在另一个世界却不是这样 另一个世界在哪啊 我怎么看不到啊 另一个平行空间你当然看不到了 啊 那您骗过吗 我很抱歉艾丽丝 我觉得 我觉得 或许你应该再去好好读习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你好好保重吧 我先走了 小乖 小乖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又走了 是这样的 有人准备迫害薛金鹅 所以他就逃往都国林了 啊 谁要害他呀 那咱们去干什么呀 咱们可以去中国林找他呀 或者也可以回家 宝贝你选吧 哎呀咱们还是回家吧 都没有见到猫咪 还有白开心了那么久 哼 都怪你们 那好吧 咱们回家吧 哟 回来了宝贝 感觉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又怎么了 根本就听不懂嘛 也没有见到猫咪 我说小铁蛋 你最近挺积极的啊 每次都抢我的风头 我没有啊 还说没有 我还没人给宝贝说完故事 你就带着宝贝去历史了 你这是明显的拆我的牌啊 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好了好了 两个别吵了啊 宝贝 来来来 来老爸这儿 你看 你虽然不明白薛定谔的研究成果 可是咱们可以学习他的精神啊 什么精神啊 我就觉得他是个怪人 可不能这么说啊 从薛定谔的猫背论上 咱们可以看出 他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 而且对于科学敢于大胆的创新 他甚至非常追求自身与宇宙精神的统一 只有拥有这些精神 才能更好的作为一个科学家呀 如果只是为了一些物质上的需求 而去研究科学 就算有成就 那也只是有限的 好生傲啊 爸爸您好厉害 您说的我一句都没听明白 嗨 我说宝贝他骂 你说这些宝贝能明白才怪呢 你得从微观来讲 懂不懂 微观 打断别人说话是很没礼貌的 嘿 你敢说我没礼貌 你个小铁蛋懂什么叫礼貌 我这是为了宝贝好 是不是宝贝他爸 宝贝 你爸爸都默认了 还是听我跟你说吧 决定饿跟我可是很熟的 你今天没让我带你去 简直是个重大失误啊 我告诉你啊宝贝 要是我带你去肯定的把问题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的 家书筷啊 你说的正经吧 我说的不正经吗 你急什么嘛 这不马上就要到正文了嘛 我跟你说啊宝贝 薛定饿 不光在科学上有很丰富的创造力 他也是很谦虚的呢 嘿嘿 这些你爸爸他们肯定不知道 我都是在跟薛定饿聊他的时候感觉到的 那你倒是说呀 别着急嘛 马上就说 有好多次啊 爱因斯坦写信给薛定饿 夸奖他的薛定饿方程非常的好 可是薛定饿呢 从一点没有单单自己 他立刻大胆的回信说 我是受到别人的启发才有这样的成果 要是没有别人的想法 我种力学就永远不可能见利了 薛定饿谦虚吧 是啊 确实很谦虚 那当然了 这有什么呀 我也知道 你知道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绝密消息 你个小铁袋知道什么 有本事说出来听听啊 说就说 谁怕你啊 嗯 小瓜你快说 还有什么好玩的事 当时有一些取证力学的创建者 对薛定饿的理论并不赞赏 甚至公开对薛定饿的理论表示更故 可是薛定饿却反过来研究矩阵力学的论文 努力的钻研 最终证实了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的等压性 指出可以通过数学变换 从一个理论转换为另一个理论 没了 小树菜你别打他 怎么你接着说 后来呢 后来人们便将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合在一起 混成量子力学 而薛定饿也获得了量子力学创始人的称号 好厉害呀 这有什么 这个我也知道啊 小树菜你别吵 啊 薛定饿这么厉害呀 哈哈 宝贝啊 你要向他多学习 知道不知道啊 我知道了 爸爸你真啰嗦 薛定饿对待别人的非议就叫做有事实说话 说的不错嘛小树菜 那当然咯 我是谁呀 我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小树菜 又来了 哈哈 来 宝贝 看看老爸 刚给你买的薯片 啊 爸爸你听好 可是 宝贝 怎么了 爸爸 怎么这包薯片又有一个动物啊 啊 这么快 那些老鼠又行动了 你可恨的老鼠 小怪你干什么 我我这回就藏了一片 我其实是不吃东西的 你知道的 什么 小树枪 原来是你偷吃我的薯片啊 我不是还给你留了一些嘛 哎呀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什么 没意思 宝贝啊 你不知道鲁班他有多厉害 你要是知道了 就会觉得有意思了 鲁音 你桃杆进来了 怎么回事 再来 哎呀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又进来了 又进来了 怎么了这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啊 再来 哎呀 爸爸 你讲的故事太没意思了 什么 没意思 宝贝啊 你不知道鲁班他有多厉害 唯会 Sadhguru 你不许多训 eu不许多训 你不许多认算 你没想到 没有钱 你不许多认识 你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